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年轻人都不想要领死薪水 想要走自己的路 但是在高雄青年创业到底困不困难 而政府又有这一方面的资源可以来鼓励跟挹注吗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了 继续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我们首先欢迎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鼎超 局长好 主持人好 议员好 现场的来宾以及电视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局长 那继续要来欢迎的呢 就是在节目当中要来好好检视相关的青年创业政策的高雄市议员 陈美娅 议员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议员 接下来呢要来欢迎的是在共享办公室担任负责人 当然他也看到很多青年朋友在创业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困难 以及听了许多故事的刘湘德 刘大哥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刘大哥 那继续我们欢迎的是陪伴许多新住民朋友创业而开办职业训练课程的辅导讲师 我们欢迎陈于珍 陈老师您好 美丽的主持人 现场的来宾和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 继续来欢迎的是今天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代表 我们欢迎杨大广 大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 我们知道呢 这几年呢我们高雄一直在讨论 为什么青年朋友都往外流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青年回流高雄呢 替他们打造一个创业的舞台行不行 那高雄市政府在成立青年局之后 提出相关的一个政策 政策如何接地气 请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青年局采用的办法 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西上围都站在面点诈物的经台前 尽管戴上了口罩 还是被人一眼认出 他就是市府青年局长林鼎超 为何会出现在大叔区老字号的郭贴商家前 还扮成火机模样 原来是为了协助拍摄青年创业熏导影片 特别粉末登场 别以为市府首长都是坐在办公室里 林鼎超为了接近年轻人 请听青年创业新生 拍摄影片可以说是上山下海 才刚结束风铃天采摘拍摄 接下来就赶到郭贴店 跟二十几岁的店家第二代互动 拍片还不稀奇 得要亲自上阵 体验水煎包如何翻面 可就要有点功夫了 心这个热腾腾的水煎包感觉怎么样 其实是其实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客人都是吃到用餐的那一刻 可是其实过程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青年局现在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帮助 就是青创贷款这个会给年轻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可以去进行他们想做的事情 梦想可能比较大 可能其他国家都吃得到的话 这会是我们期待所看见的成绩 年轻人感受到青年局的诚意 也把自己的创业梦想说出来 一路以来帮忙拍摄年轻人创业故事的一手大学制作团队 对于高雄青年在创业过程当中 展现的韧性及毅力都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很坚持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想把一件事情做到很好 做到很完善 而不是说可能做一下子就不要做别的 所以想说青年局他们会因为找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希望说 让高雄这个地方可以一直坚持的有好的事情发生 然后也让大家不会觉得说 不管可能在这个普遍的一个观念上面 可能觉得有一些东西他就应该去哪里 而是说你在你所在的地方 其实就可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不喜欢待在冷气房 林鼎超用实际的行动跟年轻人站在一块 不论是跟业者到市场挑选食材 或是像这样平易静元的站在金台之前 体验年轻人的创业辛苦 期待制作出来的宣传影片 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创业动力 在未来的创业路上少些阻力 多些助力 好 我们刚从影片中看到 我们青年局局长 去跟我们的基层年轻朋友 来拌感情 来体验一下他们创业的辛苦 赶快请教一下议员 您这样子看我们青年局为了要宣导政策 跟倾听民意 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蛮特别的蛮接地气的 去体验一下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到底这个行业辛不辛苦 不像以前传统都是纸上作业 然后做审核而已 那所以我觉得我也蛮肯定局长 那所以局长你真的有练就了 十八班武艺了吗 看看等一下局长 听局长他到底跑了几场 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高雄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朋友 其实往往在高雄是没有办法 第一个可能找不到 适合他专长的理想的工作 那第二个部分 可能有一些年轻朋友 他想要创业 可是又碍于说可能 有满腹的理想抱负 可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资金 那我想青年局的成立 刚好也补足了这些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我特别把这个 把你们青年局的这个业务报告 我阅读了一下 那其实我看到里面有几种 对于未来的年轻人 可能会有帮助的 但是我还是要看 后续的成效做的如何 第一个我发现 他们把这个移居津贴的部分 他们有放宽了 那放宽的部分 他可能是说 以前可能有学历的限制 那现在没有 其实不论你的学历 你只要愿意有你的专长 要来做发挥的话 都可以享有这一笔的移居津贴 那我看到他们在这个 青年的创业贷款部分 最高是可以贷到200万元 那他们目前有受理 而且也确实 确实有通过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 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讲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强心征 因为我看了一下数据 108年11月开始呢 民众送上23件 结果就核准了几件呢 21件 其实比例算蛮高的 因为以前我们会听到 年轻朋友讲说 他们可能不管去银行 申请贷款或怎么样 其实往往会被打回票 会打枪 对对对 那青年局能够有这么高的 这个合格率 我是觉得还蛮 给青年人一个很大的信心 那我也看到他们未来有做 有关于青年创业 可能会推他们出去做一些国际交流 那甚至有奖励这个青年 等等的一些经历 要有津贴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在我的选区 去做拜访的时候呢 那我有听到一个年轻人 也才30岁 他跟我讲他的创业经验 他说啊他在 其实他本来在5年前 就打算要创业了 可是呢他就跟银行 因为他没有资金嘛 他有个咖啡厅 然后他有教一些 等于是 他会钢琴啊小提琴 这会很多的才艺 那就想说他要开一间咖啡厅 结果他就跟银行贷款的时候呢 好像是要贷50万元 那银行就要跟他说 那请你先提供 你有50万元的这个资产 好的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财务证明 那他就讲说 那他自己呢 就是因为没有这些财力 所以他才需要跟银行去申请贷款 可是银行反而是跟他讲说 他说你必须要证明你有提供 要更高的这样有财力证明 你以后能够还我钱 对对对 你还要提供相当的单薄品给他们 那就变成说 结果她自己辛辛苦苦 就等于她工作存存存存 她说大概存了5年 然后存到了这个低筒金 然后才开始创业 所以等于是创业的时间就往后延了 那我希望未来我们高雄市政府 能够在青年人他有无限的创意 他有无限的才华 并且他们每个人各行各业有他的专业 那这个时候如果政府能够适时的扶他一把 那我相信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 会愿意回到他们的故乡 留在高雄市来进行创业 所以我觉得青年局在这一次的 肩膀上肩负的责任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关系着未来 到底高雄是不是真正是一个移居城市 因为你光是只有给他们一些津贴的补助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这不是他们要的 他们是希望在高雄是能够看到说 是一个有愿景 并且能够适时的推他们一把 相当一个助力的一个好政府 能够让他们有真正的发挥的一个舞台 对 没错 好 谢谢议员 那接下来请教刘大哥 在您这边应该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故事 可以帮我们举例一下 他们知不知道我们青年局 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我先讲我自己好了 好 我四年前回到高雄 因为之前更早之前在中国 所以回到高雄我想说 我应该在我家乡高雄创业呢 还是去台北 其实以口温来讲 应该台北市场更大 更有趣更好玩 可是后来看一看之后我想 我应该留在高雄 因为其实有几个原因 高雄的产业相对比较慢 然后整个企业的规模也相对比较小一点点 我想说既然没有外商可以服务的话 我们服务本地的一些创业的团队或民众 那我们三四年这样走下来之后 其实像我目前登记在我们办公室的公司 大概还有100家 年龄层 年龄层大概平均创业年纪大概35岁 35岁 刚刚好是我们青年局服务的对象 他们在资金上 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之前我们也辅导过一些 新创的小团队 比如说有一家叫做 做建筑资讯模型的公司 因为其实这个内容在 桃园跟京北已经推得很广 但是我们还没有列入正式的一些 采购泡泡的内容 那他们新创 跟我们住了办公室之后 他要去办贷款 是 100万 他办了大概半年办不下来 跟议员提的那个方向是一样的 其实银行一看到就是你的 对就会觉得 是领意表有没有 最近营业额有多少 然后你资产能担保到什么地方 感觉银行对这些新创产业的信心 其实是不太足的 很保守 所以可能就会造成 这个有一些阻碍吧 是 其实我在这几年下来看到 成功的机率没有那么多 当然青年局是新的单位 所以未来看能不能在这一块 多一些补充 好 谢谢刘大哥提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再请局长来回应 好 那我们想 陈老师 您怎么去看青年创业的这一个部分 我的角色比较居于在辅导新住民 那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嫁到台湾的新住民 年龄层一直在下降 甚至都二十几岁 那有的说实在 他们来到台湾并没有如预期 所以他们必须要求生谋生 为家庭打造经济 但是呢 我们知道像在内政部有一些 创业加速区的课程 其实我觉得我们政府单位在辅导 这些青年或者新住民的时候 第一个要点你还会写企划 问题是他们嫁到这边来 有的我们台湾人都不大会写企划 而且何况是他们这些对中文不懂 或者是连繁体中文都不会写的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像我知道去年我们内政部的 这个妇女加速器的 这个只有一个案件通过 那很多就是 他只能看着那个根本拿不到 人家说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我想今天我想要来 为我们新住民姐妹争取 就是我们青年局是不是 也把这个新住民姐妹 也是把她纳入这个 可以辅导的预成的这个范畴里面 是 好谢谢 所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新住民 年轻朋友想要创业的这个部分 我们青年局是不是也可以 把他们纳入辅导的一个对象 或支持的对象 好马上来请教我们大广 就您来看 在我们高雄创业 以你个人来看的话 你觉得难不难 我觉得蛮难的 因为会留在高雄的朋友 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他 他在高雄可能会投入一些传产 或者他本身自己有一些想法 那但是很两难的就是可能这些想法在台北有相对多的受众 在高雄比较少 所以大家一开始创业可能比较像是我投入我自己的兴趣去做 把它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真的创业 不敢要借此赚钱的意思 不是 不是 一开始都不敢这样想 对等于说先转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去投入这件事情 那如果自己有办法生活下来才会考虑用这个来创业 是 那你今天就是说你未来如果创业啦 如果是你要自己创业的话 那有青年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你期待能够从青年局这边得到哪一方面的协助 如果是你个人的话 其实我没有考虑要创业啦 是 因为我一直就是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我一开始也不是说存一笔钱去想说要做木工 什么不是我就是单纯我的身旁有很多好朋友 他们家里有用就是有一些要丢掉的家具 可能大家毕业了 然后我就想说有现成材料 我在我家住公寓五楼 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这样用 用一用做出一些东西大家蛮喜欢的 然后慢慢像这样子去建立我的现在工作环境 是是是 它比较不像机身蛋诞生机 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好我要做这件事了 然后我需要一笔钱多少钱来创业 我是慢慢的去把我自己的这个技能孵化 然后慢慢的去把我的受众培养起来 因为我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高雄没有这样子的客人 那你就要从你自己下去建立 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模式建立起来之后 然后身旁这些人慢慢就会发现他们也有这样的需求 那他们的需求就会被培养起来 对没错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广他的一个工作室 所以就是大广你现在就是其实对你来讲 你愿意留在高雄的原因是你还有发挥的一个空间 但是你并不想要就是去创业这一件事情 我只想在高雄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生活 对所以我觉得大广给了我们一个keyword 怎么样能够让年轻人好好的生活 才是他愿意留在高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谢谢大广 好那局长请您回应 我们刚刚很多来宾 他们有抛出一些问题 好是那谢谢 谢谢蓝菁姐 没关系这个客套话我们就直接聊过去 不是因为刚刚看到的那个影片 其实真的是很偶然的状况下 我们在拍我们的青年局的一些相关系列的影片 那其实我们相关系列的影片将会推出三支 第一个其实是青年创业 那第二个其实是南漂青年 那刚刚看到的那个是其实有点像是在地创生 就是让在地的青年留在在地 然后去继续去完成他爷爷奶奶的农场 或是爷爷爷完成他父母亲的一些梦想 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三部曲的一个系列影片 那其实为什么要拍这三支影片 那主要其实也是为了希望说 其实创业真的很辛苦 然后市长常常在跟年轻人讲一句话说 请年轻人不要茂然的去创业 创业前可能要做好所有的准备 就不是只有技术面而已 可能就是年资金面 可能还有一些像是财务面 还有一些法律面的 其实种种的都要去包涵 那其实青年局的成立就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关注在技术面之外的一些事情 可以由青年局来解决 那我先回答一下刚刚议员的问题 那议员我们这个报告其实是 应该是几个月 应该是一个多月前我们送到议会 那其实现在我们最新的数字是 我们其实已经受审了74件 然后67件合格 67件合格 然后贷放的金额是7735万 7735万 那合格率大概也是近9成 那为什么我们 其实我们没有乱发钱 我这是跟市民朋友报告 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贷放出去的这些 所谓的每个案件 其实也都要收到议会来监督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 就是合格率 其实主要是两个地方 那第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收的件数蛮多的 那我们跟其他县市的轻账贷款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们不收担保品 我们也没有保证人 其实这两个是最大的不一样 那 我不知道 我不讲哪个县市 那有一个县市 其实它这四年来的轻账贷款的件数 大概就已经落后我们前两次的审核的件数了 因为其实 大部分的轻账贷款的做法是 你前端你自己先去跟银行打交道 对 然后你后面再来申请 政府的所谓的这些轻账贷款的利息的补助 但是我们的部分 其实我们不是这样走 我们是跟着中小新保基金 跟着陈黛银行 高雄银行 以及像是一些律师 还有会计师 还有一些工协会的理事长 都在我们的这个审查委员里面 然后有15个审查委员 然后来决定到底要带放多少金额 到底要带放多少金额 所以刚刚有听到就是 我们刘大哥提到的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401报表 如果你没有403 如果你没有财报 你可不可以来申请 其实还是可以 因为如果你的这些 如果你的这个创业的故事性是很强的 你的技术是很强的 maybe高雄银行是 持了比较反对的意见 可是我们在场的其他委员 他们就会支持 他们就会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带放的出去的金额 是真的是可以带出去的 但是就是不争 单保品跟保证人 因为我们认为 就是因为你资金上有困难 那我们怎么还跟你去借单保品呢 那其实大部分创业 其实父母亲还是希望说 小朋友可能毕业之后 还是去找个铁棒玩 对 所以其实父母亲都已经不是太支持 小朋友创业了 你怎么可能会去找父母亲 来当你的保证人呢 所以我们保证人只征求一个 就是负责人本人 对 其实这算是蛮合理的一个要求 那也在跟 我再回应一下 刚刚那个陈老师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74件受理案件 67件过了 我记得有两件就是新住民的 那是做什么呢 美甲 我记得有一件是美甲 然后有一件是 应该是餐饮业 那我想请问局长 它是不是有 主要单位是来受理这个新住民 还是就是 没有 其实都一样 对 它其实就是符合我们的资格 就是包含是高雄市 有拿身份证 高雄市的这个市民 可是问题是 有的没有身份证可以吗 那就 那就 可以 可能要等到有身份证之后 我们可能才能办法受理 对那 新住民朋友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其实在我们合过的这67件里面 就有两件 我记得印象中就有两件是新住民的朋友 然后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七个版本的 这个就是 语言 就是让你可以看的 可以不管是 因为我们新住民办公室成立之后 对 那那个林执行长 林立成执行长 就希望说我们各个局处 可以把一些可以给 资源 对资源 让更多的新住民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也针对我们的贷款的部分 补助的部分 然后还有像是 就是一句津贴的部分 都有翻译成七国语言 让新住民的朋友都可以去 那我们可不可能我们青年局也来 类似像台北他们这种 加速系计划的那个预程的那辅导课程 我们会不会规划这种课程 可以啊 辅导我们在地的新住民 邀请他们一起来上课 让他们了解说 我要怎么样来申请 然后我要怎么写计划是最重点 可以可以 因为其实我们 就是写计划这些课程 其实都有在推出 一直都有 我们一直都有在推出 然后今年大概有没有规划 大概几场 今年有关于新创的这些课程 应该会有100场 目前已经办了大概30场 那其实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部分我们可能都会用直播的方式 所以其实多看一下我们青年局的脸书 其实都会看到一些课程上的直播 所以重点要take 就感觉局长 他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赶快来做一些宣传 所以大概体验了几个场次 大概体验了多少个行业了 所谓的场次 就是您就是去拍片 大家接触了多少的工作 刚刚议员也关心说 你现在大概360行 体验了几行 其实第一场是 就是无菜单料理 它是从高 其实都很有故事 我们挑的一些都是很有故事 它是不是高餐的学生 但是他16岁的时候 就到北部的这些大饭店里面去做学徒 然后学了八年 回来他想要成为高雄第一家米其林餐厅 其实是非常有梦想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很创业的一个 所以我们青年局其实是支持年轻人的一个梦想 是 那像我们第二支片就是 有一群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他们就留在我们高雄 然后想要做自己的就是那个make zone 对他们想要自己的就是手作的一些 手作 那就是跟大广这边可以呼应一下 对对 其实我想呼应一下大广的部分 因为大广刚刚在讲到说 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然后其实你也没有想要创业的部分 对 但是我是觉得 就像我讲的 青年局其实不会鼓励大家冒来的去创业 可是青年局其实是有一个平台 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跟一些 maybe在手作的部分 就是make的部分做一些交流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觉得创新跟新创不太一样 那我们比较多的朋友 他们其实是想要投入创新的部分 那我说的就是他们想要好好生活 但在台北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他们回来高雄好好的生活 然后以自己的兴趣再结合一个产业 去培养出一个创新的产业 那他们比较不像是我本来就要开餐厅 我本来要开咖啡店 我本来要卖什么 不是 他们是慢慢从这样的过程当中去 找到自己的兴趣 举个例子就是有个朋友也是三十几岁 然后从台北金融业回来高雄 去做地方创生 那他本身自己是去用一间民宿的方式 经营他自己家的那个老房子 但是碍于就是可能法规问题 民宿这方面就是不合法 但是他在地方已经投入 就地方的菜市场啊 社区营造 投入非常多的行李 那就变成说政府其实很鼓励他们 但是又一直罚他们钱 对 好像这个案子 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不少见 其实还经常听到 因为像是你先说 我们常常就觉得说 其实像我们做这种 我们不需要你的资金 我们只是你不要来 你要来罚你钱就好了 不要一直去罚你钱 我们已经游走在合法的边缘了 所以不要再找茬就很好 对 所以艺人您听听看 因为其实这一阵子 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创新公司 新创公司也好 就是说其实他们在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尤其是消毒防疫物资 这个部分 我们就听到就是说 我研究出来了一个蛮不错的商品 然后它其实可以广泛的应用在消毒防疫工作上 但是这个部分是国家 还没有设立一个安全标准制 所以他们是违法的 但是他们把这个产品捐出去之后 回馈回来的是罚单 我不晓得艺人这边是不是有可以帮忙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政府的相关法令 应该要跟上这个时代去做调整跟变更 因为如同我们刚刚听到年轻朋友 还有蓝军你们讲的 就是说可能现在存在的一些现象 但是法令却是死得在那边 那可能已经不合乎的现况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应该要来通牌来监讨一下 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也许它在卫生的相关法规上面来讲 可能有点抵触 可是问题是这个跟现况已经不符合了 对因为你看这个病毒一来大家都真的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用更好的一个战备的物资状况 去对抗这个新的病毒 现在大家都是研究这个疫苗 对那但是在台湾目前相对疫情是安全的情况来讲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比较更先进的科技这些东西 对而且我这边也要提一下好 就是很多的这个 就是说人民啦 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尽量不要跟政府打交道 因为好像被政府知道了 好像之后呢 他可能就会说阿迪赛你这个不行 你这个违反什么 一下违反什么建筑法规 一下又说你那边当工作室这个是有 被管好多 对这个反而是要让民众这个 在跨出第一步的时候 然后就心理的障碍就很大 那我觉得其实相关的这些 如果要鼓励青年创业 可能因为很多年轻朋友 他可能对法律不是那么的了解 而政府的相关行政法规来讲 你不要说法律了 连行政法规都多辱牛毛 一般人根本不会小折 所以回过来就是说 除了我们青年局这边很用心 他好像有要办一百场的这些相关的导师们 然后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行业你可以朝什么样的方向 然后一些的老师来做说明 但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有一些法令的部分 我觉得可能 第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松绑 第二个现行的法令规范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未来青年局可能要麻烦你们会整一下 不然很多年轻朋友想说 我本来满腔的抱负 然后我也去申请了 结果之后却是收不完的罚单之类 感觉上就是我不申请还好 一申请有事 确实有这样的错误的一个印象 追随 真的假的 对追随 哇这个听起来 要辅导啦 要辅导你们 让你们能够安心的创业 对 好先让大家休息片刻 我们再来想一想 其实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哪一些的这个绊脚石 我们有没有可能协助把这些绊脚石搬开 然后让年轻朋友在创业之路 能够各家的平坦呢 先请大家休息一分钟 喝口茶 稍后继续回到高雄现场 高雄的经济 我们一起来打拼 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 城市的建设我们一起来监督 每周二晚间九点 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 等你来扣引 手工正片冲洗 虽然是一门即将没落的行业 但是我依然坚持到最后 用心冲洗每一只底片 让大家能够看到最真实的色彩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携手创新局 做旗袍已经六十多年了 虽然现在这个行业渐渐在没落 但我仍然希望传统文化 能和这个城市一起翻转 共同迈向全新的未来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携手向前行 市政建设 议会监督 人文关怀 最关心高雄的新闻 港督新闻 欢迎您持续回到高雄现场第二阶段的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心 大高雄青年朋友创业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很有善 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呢 在上个阶段我们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那我刚刚有说青年朋友在创业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阻碍跟困难很多的绊脚石 是不是可以把它移开呢 好像刚刚有来宾持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等一下请大广来帮我们回应一下 那刘大哥再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检视一下在您所遇到的一个 青年朋友的创业过程当中 有给您反映哪一些的一个问题 资源是不是他们一直觉得说 政府有很多的资源 但是看得到吃不到或者是有一些困难 我想政府资源部分应该自己去追寻 或者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我讲一些我遇到失误的一些案例 有几件事情我觉得一些年轻人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情不要跟风 不要跟风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公司上 我们办公室成立没多久 半年内大概进来四家校术公司 那一年特别爱开校术 生物科技的时候突然间大家就一起窝蜂研究 好像大家都会酿了 然后大家出来买 那果不其然这几家就不见了 再来呢其实要准备好再做 因为其实不要急着创业 我经常跟年轻人讲说 如果你连班都不会上 连工作上班都不会 你要创什么业 其实像大广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你现在在做一件有 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慢慢让它变成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过程其实它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那个未来的事情的变化会比较美好 因为今天我出来之前稍微盘点一下 我们服务的公司今年 今年close掉了就将近40家 哇40家这样子是几成啊 在我那边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这波的疫情下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你要创业之前 一定要做相对应的准备 没有人一定能准备到100分 可是你要有一些基本能力 要能具备起来 才有办法去往前走 要不然其实一头热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案例很好玩 他说他想做罐头 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做罐头 他说他发现罐头在香港的价格很好 所以他想用台湾的食材 做完罐头之后去香港卖 后来他就玩了两个月就没有了 因为他通路也不清楚 那变成罐头这件事情呢 整个流程跟成本费用运输 他也没有办法掌握 他会做吗 他不会啊 他觉得现在代工很方便 我只要把钱给人家 人家就会做给我了 那其实以商业 商业模式这件事情来讲 你要弄得很清楚 其实有个观念 以前有件事情很好玩 就是你的营收减掉你的费用 变成你的利润 那我觉得现在应该稍微调换一下 就是你在考虑你商业模式之前呢 应该从你的营收减掉你的利润 才会变成你的费用 因为很多新创一直在烧钱 我认为烧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创业模式 因为可能爸爸不叫Bear Gates 或是更有钱的人 所以我认为要去烧钱这件事情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所以我觉得有些观念呢 大概不要太跟 比如说我认为 在疫情阶段去做这些防疫产品 就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其实他只是在做一件生意 而不是在做一个事业 我比较鼓励年轻人做的应该事业 应该往前看一点点 那把喜欢的事情变成有价值 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而不是我一出来就要赚多少钱 一出来就想变成什么样子 其实那个原木求雨太快了 那个机会是很小很小的 其实刘大哥自己在创业的时候 好像也是有跌过蛮大的一跤 听说当时也是身上背负了千万元的负债 所以这个过来人的话一定要听 弄清楚 大广要补充一下是不是 没有我只是在笑 是您刚刚有特别讲说 其实你认为创业的时候是应该要有绊脚石的 对因为刚才蓝军姐说就是怎么帮年轻人移开这个绊脚石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创业的时候其实是需要绊脚石 来测试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之前蓝军姐有跟我讲过就是 我们很多贷款可以去申请计划可以去补助 怎么不去申请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回蓝军姐说 如果我现在做这件事自己都没办法赚钱 那我以后要怎么让它变成我的事业 那我前面就已经先去请补助了 那就是对我自己没信心 我希望可以自己把这个模式给先找出来 然后真的用不到的时候再去申请钱 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 其实我妈妈常常给我一个一句话 我没有办法支持你们什么 我就是不要阻拦你们就好了 我觉得地方政府可能能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我不是一直去我帮你干嘛干嘛干嘛 不是 你有需要我在后面 你们自己随便你们这样 今天大广的一席话 我们大家觉得好像有给我们一些很不错的一些 所以大广你是高雄人吗 我是高雄人 对太棒了 所以你看看到我们高雄年轻人 谁说对啊 谁说我们一定会走到外星室 对所以议员您这样听到我们年轻人的声音 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制定 好像就是以我们为出发点 这个是对你好的 我们帮你制定了很多 那其实年轻人的这个想法好像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其实我蛮认同大广你的想法就是说当然不是一开始只有想说我就是要创业我就先去申请补助了 结果他不知道说这个到底符不符合他的自己的专长需求才华 对对对或兴趣 是啊那很可能万一一下子就栽进去了以后就 结果发现不一样那可能之后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力气去做修补 所以我看了一下青年局这边有一些资料 他们说他们有推出青年的暑期职场体验 那他们说有提供了300个职缺 然后让他们去一些新兴的企业去让你去实习看看 我觉得从这当中也可以去知道说那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这些面向的一些工作 那我也看到他们有推出说有每一百位青年到15家的这个新创公司去实习 那也看到他们会有推出了 现在市政府有推了五个共创基地 这五个共创基地大概是位于就是 待会局长可以帮我们补充再说明一下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偏向于都是一些科技产业方面为优先 可能都已经有一些规模了 对对对 那其实我觉得我这边还是跟大家呼吁一件事 就是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呢不见得一定是要只有念书这条路 我觉得各行各业 所以我觉得职场或者是说这些 在职训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让年轻朋友就是给他吊杆 甚至我们可以开设很多的这些课程 让年轻朋友从这当中去发掘他自己的专场跟兴趣 那我觉得你只要有兴趣的话一定是可以闯出一片天的 就像我们大广你是本身就你什么几岁才知道你对这方面感兴趣 我其实从小就知道 从小就知道那你很棒啊 小时候就知道你的信息 但是很多的人其实他可能一直在 对对对一直在摸索 一直在追一直在找自己 我觉得我的过程比较奇怪 就是我从小知道我想做什么这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 所以我中间一直透过半角色的方式 帮我筛选掉我不想做的事 是 所以我会希望说 因为我觉得韩市长他真的是很有心 他一直觉得说青年是未来 高雄是整个发展的一个基础 他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也会呼吁说市府的相关的部门 未来应该是要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更多的这些知识啦 然后或者说一些基础的一些去实习的机会啦 让他们能够从当中去摸索说他们适合什么 也许他适合是直接当上班族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生涯规划 只要就是他觉得其实高雄 能够让他们安生立命 能够我有一个地方 就像大光讲的 能够让我好好生活 其实我觉得来不及 来不及 来不及 出社会来不及 出社会就来不及 高中大学校开始 所以才讲说实习嘛 就是不要到了出社会 对 对 甚至实习的机会 我觉得不要限说只有大专 我现在看到他们的报告上面 都是其实大专生的实习机会 那其实也许啊 我们高中的时候 就可以让他去探索 他的兴趣是哪一些方向 我觉得这也应该可以下修一下 提供给我们青年几座参考啦 对 那我们陈老师这边 就是您在开办这些课程当中 会不会就是 我不知道会不会像刘大哥这边讲的 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新住民朋友 他们可能会的 当然他们的异国文化的一些美食啦 文创品啦 编织品好像都 对台湾来讲当然是异国文化 它有另外的一个吸引力 可是会不会我们的这个新住民朋友 他们开办他们学习的都是同质性很高呢 是同质性非常高 那因为我本身从事这个文创设计教学职业训练 大概将近十年了 然后我这样这么多年来 我这样有到其他国家去参观比较之后 我发现我觉得我们高雄真的是很需要一个熊博会 熊博会 高雄博览会 我们一直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我想请问你这些设计人才 我们像从105年到109年 我们的设计毕业生大专院校毕业生超过2万多人 是每一年成倍数的成长 但是还有我的职讯课程 我们看台湾就业通的 搜寻相关设计的 那上半年度325笔 等于说一整年是650笔 我们称以每一般20人就将近1万多人 我是很想了解说 这些人你毕业之后你有沒有出入 就像刚刚两位专家 我很高兴我一直设计我一直做 但是问题有人要买我 有人要买 市场 所以我们去参观像日本 它有个国际展览会 它每一年4月份一定会办 所以知道的人 他一定就是4月份的月底 一定会排开一定要去那边去 一定要去朝圣一下 我就是要去参与 那厦门也有个夏博会 为什么我们高雄不办一个熊博会 有个这么漂亮的展览会馆 所以在这边真的很想请美娅议员 还有我们的局长 我们是不是来规划一个 每一年就既定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就来办一个熊博会 让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创意 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产品 他们被看见 他们才能够走得出去 忽然只是在同温层里面 这样你安慰我 我安慰你 然后东西到底要卖到哪里去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 可是我们又都是资金最欠缺的一群 然后虽然有补助的 但是没有陪伴 没有整套的设计规划 只是我给你一笔钱 然后没有陪他走到最后 那笔钱烧掉之后 我们还是要还 对不对 所以真的很希望说 我们能够 我们市府能够 针对这个熊博会 看要不要给他走下去 看看能不能媒合一下 这没有错 其实刚刚可能议员提到 就是说银行为什么 有的时候会不太对新创的有信心就是 那你们有能力还我钱吗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号 是 局长问题到你这边呢 对啊 慢慢一次回答 一次回答 好好慢慢回答 是 谢谢 那我先从那个 其实青年局成立 我们在10月1号成立 我们10月29号 我们就成立一个叫做 青年创业推动联盟 那其实是结合15间学校的育成中心 还有包含7个民间的育成中心 还有刚刚美亚议员提到的5个工创基地的相关的主任和经理 都在我们这个联盟 那成立这个联盟最主要的用意是 经营局在推出新的法案办法 或者是补助的这些要点之前 我都会跟这些联盟的成员开始讨论 就说你们的这些青春朋友会不会来申请 我就 对所以 当他们 所以我们会修正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才会送市政会议 然后市政会议通过后 才会横班下达到各所属的一些附属机关 然后我们才开始执行我们的一些补助的一些办法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贷款 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补助案 确实是有来来申请 因为这样会比较跟实际的状况 会比较接地气一点 跟实际的状况比较相符合一点 对那 其实我刚刚 我想呼吁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 我们陈理事长讲的 就是说资金不是 其实我认为资金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它只是其中的一环 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环 可能是在辅导 所以其实我们在国际交流的部分 我们也有提供补助 所以如果你是要拿你的产品 然后到国际间去做一些展览 去参展的话 其实我们每一岸可以补助到最高 可以到30万 我们每一岸可以补助到最30万 这应该是地方政府里面 甚至中央政府里面 算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我们在上个月也 有成立的这个导师顾问团 大概有70位的这个 场观学的一些相关的导师顾问 都来自各行各业的巧处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让他们 跟我们高雄青创 在做一对一的媒合 一对一的媒合 由他们一对一的来coach 这些高雄一些比较成熟的青创团队 那如果你相对的 比较没有那么成熟 其实我们跟 五间大学都有在办一些课程 我们是用 我们叫创业All Star 然后是分别在东南西北中 包含北边的高科大 东边的一手 南边的高参 西边的高雄大学 还有中间的是高一 其实五间大学 大概现在每一个月 都会推出一些创业的课程 其实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申请 可以去报名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申请贷款前 有个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有二十个小时的这些创业课程 我们希望在你去申请贷款之前 你可能要先了解到底适不适合创业 或者是说上了这些课程 其实你可以会去了解说 其实创业真的 准备好了没有 对因为我们的课程 其实包含法律的 财务的 然后行销 然后你如何找渠道 甚至现在很多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都改为线上 对然后其实像 我们青林局最近才办完了一次青林对谈 我们是找Fry-in-V的执行长 众筹的部分 对群众募资的部分 你如何 你如何就是在天使投资人还没找到你钱 其实你可以透过群众募资的方式 去了解你的产品 到底可不可以被这个市场而接受 等等等等的 对那其实刚刚 陈理事长又讲到一个熊博会 那其实我们文化局 一直有在办一个活动 叫做青春设计节 我不晓得理事长知道 对 那他其实也是针对设计的这些 那其实大部分 我觉得大部分政府机关在办 相关的这些设计的活动 其实就会忽略到后端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办完奖金办完奖杯之后 那如何帮他们销售呢 如何帮他们找渠道呢 而且我是觉得 那要怎么样去配套措施 怎么样把周边的观光给带起来 这才是能够一举数得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我在跟文化局长也在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说 青春计节诞生可能会有一些 因为我常常去找一些青春的朋友聊天 那所以才会知道说 其实大家现在的痛点是在于说 我如何销售我的产品 对啊 我如何销售我的产品到国外 所以我一直觉得 贷款就是给予资金 那个是其中创业的一环 但是更重要 因为不管是政府投资你 不管是政府贷款你 你都还是会要还给政府 还给你 对啊 那个不是补助 那个也不是奖励 其实就连场域也是一样 刚刚议员有提到 我们其实有五个工创基地 都在南高雄 包含Dakau是数位创作 包含M Zone是属于首作的 Maker Zone 这可能跟大广比较像 然后包含Coin 是比较Fintech的部分 然后包含Cosmos是AR VR AR VR部分 然后包含我们文化局的博尔文创 那其实青年局将在今年年底 会有第六个工创空间 可是这第六个工创空间 我的这个设计 就会跟其他五个工创空间 有点不一样 其他五个工创空间 在乎的一个东西 叫做进入率 但是我们是希望 可以达到很高的媒合率 我们希望可以让 这些AI的一些服务 或者是这些产品 可以跟传统产业 可以做一些结合 这样的话 其实当政府的资金 可能差不多不能在补助的时候 或是产业没办法在补助的时候 其实会有在地的这些大企业 或是未来的 接手了 对就可以继续 不管是投资你也好 或是把你的产品 带到国外也好 其实我觉得第六个 我们的工创空间 将会在青年局的旁边 那个空间 会是一个比较像是 让传统产业在升级的一个地方 嗯没有错 其实这样 怎么说呢 就是说年轻朋友创业 青年创业 是一件好事 我们大家就是 可以就是祝福他 那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创业前的一些准备 那你对自己到底了不了解 因为你创业之后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商品在哪里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市场 对你觉得说我的产品已经很成熟了 但是好像不能卖不出去 产销人发财 这个都是要去面对的 那刚刚局长有讲 我们可能高雄市政府呢 青年局来讲就是有五个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对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基地 让年轻朋友参与进去之后 我觉得是有点像孵化器的一个功能跟作用 你在这里面先慢慢的育成之后 成熟了 你出去可能就会成功率会高一点 对所以我们第六个基地比较像是 像是微加速器 就不希望把它做成又是共创基地 对那微加速器的定义就是在于说 其实某些公司其实已经准备要离开高雄 一定的规模了 那我帮你找渠道 不管是资金通路 或者是这些行销的一些人才 其实这是 而且它是唯一在北高雄的 你说国际通路也会帮他们 其实我们希望在国际通路也帮他们 那这样子很重要 因为我们就是在国内之外 想办法能够让走到国际这个市场 因为像青年局在上上个礼拜 我们才跟越南的一个加速器签一个合约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越南 那这个加速器会帮你找到当地的就是电商 或是当地的像Family Mart 他们都有一些管道帮你去销售 对然后其实下个月我们准备 是要去跟法国的一个也是加速器 来签一个这样子的合约 所以你到法国去其实 只要是高雄市政业局推荐的 那他们就有场域可以来提供 那你到越南其实也有 那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跟 因为我觉得大家 就是高雄的青创朋友 每次都说 那我们发展到一个程度 我们去台北 就让你觉得有点沮丧 你应该是要到国际 要去国际 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在高雄就准备好 然后如果说你的产品够成熟 其实就往东南亚 东北亚 甚至欧美地方走 那个是目标 是好剩下节目最后的几分钟 我们请每一位来宾用一分钟之内的发表 就是今天听了我们青年局 对于带来相关的一个眷策 对那你们对于未来我们年轻朋友呢 要回流高雄来做创业的话 是不是能够增添大家的一个信心 这样子的环境 会不会让大家期待呢 大广 我是觉得听起来觉得蛮有诚意的 还不错 但是相关的法规我觉得需要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去合作 对 好 谢谢大广 那陈老师 我是觉得我们 如果要让青年留在高雄 不要一直往北漂 其实真的配套措施 不是只有单一局处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真的很诚恳的建议 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各局处 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如何把我们这个高雄的在地的青年 所有的精英都能够 把他们推到最高峰去 那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 是 谢谢陈老师 刘大哥 我想跟年轻人讲一下 其实不一定要创业 其实找一份工作好好做 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其实把一个人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 其实我觉得比做很多事情 五斗苍蝇会好很多 那另外我想讲就是说 政府应该扮演一个 把环境理顺的一个角色 其实点对点的补助也好 或是单一项目的一些支持 比如说现在很多鼓励的方向都在 AI Fintech 或是科技业的部分 这很多传统产业 应该可以花点薪资在那个上面 其实服务跟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也是蛮好的一些议题 上跟大家分享 谢谢刘大哥 来 请教议员 我认为青年是我们城市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所以我希望未来这些青年们 不管是创业 还是说要找到他们理想中的这些的就业的机会 我会希望政府能够站在一个跟 可能学术机关一开始的育成 然后到甚至之后的协助辅导 他的专长的部分要怎么协助他 最后更重要的是当他有作品出来 那么如何协助他们能够走向国际 他们的作品能够迈向国际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也很期许我们新成立了 市政府有新成立的一个青年局 有专责在这个当青年的这个摇篮 所以我们对于市政府的未来的发展 希望能够在这些面向来讲多多的加油 在把这些面向盘点好之后 然后把每一项的相对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配套能够更加的严谨 谢谢议员局长 谢谢 其实青年局成立到现在大概七个月了 那我们其实我们努力的去整合 所有的产观学的资源 包含学校 包含产业界 包含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也是跨局处的在执行 对 然后很多的方案这个部分 那其实青年创业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那所以我觉得创业其实是一条很辛苦的路 那我希望在未来也不一定给青年局多多指教 然后未来也希望各行各业的一些精英巧处 或者是前辈们都可以给我们高雄的想要创业的朋友 然后都可以来协助 让我们可以把高雄的这个创业环境弄得更好 是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一个主题 主要就是要来探讨在我们高雄市 这几年都一直在想要了解 为什么我们高雄留不住青年朋友 所以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 以及今天也好 或者就是说创业的一个机会也好 那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 大家彼此意见交流 我相信也提供给我们的市府单位 那当然声音能够透过网路无远佛界 让更多相关的长官能够听到 制定出更好的更友善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之外 也能把我们的生活环境打造的更好 那我们的主题青年创梦 竹梦未来 也祝福我们的青年朋友竹梦踏实 然后能够顺利圆梦 今天的高雄现场也感谢你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提供观众朋友 非常多宝贵的意见 也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统一时间再会 到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管多么炙热的阳光都要卖力打拼 不怕陌生的环境也要勇敢绽放生命 因为你们是坚持梦想的高雄人 因为有你们让高雄变得更精彩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 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 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 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督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我们种菜就是跟做人一样 要实实在在 不用喷农药 用心来照顾 让大家吃得安心 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督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生命是一种延续 成长是一种蜕变 美丽是一种力量 用爱传递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 清联港督有些人